联雅EUA拜拜 17位专家反对 17位反对 事情真的很大 股价不得了 盘中大屠杀 跌掉了43% 我不知道我们的网友上 有没有联雅苦主 有联雅苦主吗 画像一下 或是各位哥哭哭的表情 希望不要有 太惨了 陈思东告诉大家 联雅EUA没有过了 但很特别 上午他好像讲得还不错 他说什么呢 他说昨天已经开完专家会议 今天会公布审查结果 联雅现在量还没有很大 但生产力非常好 生产力非常好 他讲了这句话 大家觉得下午一定过的 因为感觉上已经开始赞美 结果不是 下午披头第一句话 就是很遗憾 联雅的EUA没有过 那么没有过之后 当然会留下很多的问题 我们知道因为 EUA还没有过之前 我们的政府就跟联雅 跟高端都已经签了约 所以这个部分将来 就是要给国人来打 那这样子会不会有数量上的问题 因为国际疫苗虽然买了很多 但进不来 陈时中说联雅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买的量也是够的 不会影响疫苗的总量 这句话大家我告诉你 直接跳过 关于疫苗够不够的事情 已经不用再听陈时中怎么说了 他讲的其实基本上 都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然后他说高端通过数据会公告 联雅没有通过的数据 你是否公布要尊重厂商 不过今天我看到这个 我们的杨智良前署长 因为他去打了联雅 他是之前的这个试验 试验的这个民众之一 他一直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等到联雅的解盲 所以他说 6月初他忍不住跑去验他的体内抗体 发现只有40 那他年纪也大了 他觉得自己风险很高 他就跑去打AZ 所以他认为他自己不是混打 他说我打的那个不叫做疫苗 但他到底打的是不是真的联雅疫苗 还是说打到安慰剂 他也不知道 因为目前为止没有听到任何的指示 或是接到一些电话等等 但是他倒是提出了一个想法 他说他认为应该要公布 这个联雅跟高端所有的审查数据 以招公信 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 网友的意见 网友就说什么呢 他说你早上 陈时中你早上还暗示联雅好棒棒 下午说他不通过 还有人说颠不疼娘不爱 不够绿才没有通过 联雅不够绿 还有一个不好意思写在上面 有人说联雅就是被杨志良害的 因为大家知道他去打 他说新贵没有跌停 因为他不是上市吗 所以只有跌到死 他已经股票超惨 还有人说到时候呢 这个联雅三级过 高端没有过 这会不会变成我们台湾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笑话 闹到全球会不会呢 稍后我们来请教一下署长 我们看到这个联雅的这个股价 好可怕 十分钟暴跌将几乎是腰斩 一张献赔十万 我先迫不及待的请教一下署长 你怎么看待联雅没有过这件事情 到底怎么搞的 有些人说联雅是不是 你要说是保护力够不够的问题 没有做三级都不知道保护力够不够吗 但联雅会是政治力保护力不够吗 我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这个是预料中 那我先前就一直讲 这个免疫反应 有抗体B细胞免疫反应 跟T细胞免疫反应 那我们国家这一次是为了高端 量身定做一套EUA审查标准 这一套审查标准 它只看综合抗体的反应 那高端本来就是一个强调 这个抗体反应为它的强项的疫苗 那这样的等于是说 我们政府做了一件衣服 是给左撇子穿的 它只有左手这个袖子 正常衣服要两只袖子 它只有左手这个袖子 你左撇子穿就合身 合身呢 专家虽然明明就说 你这个衣服怎么只有一只袖子 但是没有办法 它做出来就是这样 它问你合不合身 专家也整个说合身 所以高端过了 但是你今天换成联雅 联雅在他二期的这个期中议者会 以及他先前就讲过他疫苗的设计 它的强项是在T细胞免疫反应 这个强项跟AZ是类似的 那于是呢 它的抗体效价是 这个康复期病人血清的这个一倍 AZ是本来是0.5倍 好 那可是联雅就说 它的强项是T细胞免疫 可是我们政府这一套衣服呢 左撇子的只有左边的袖子 没有右边的袖子 你说你右手很强 没有袖子可以让你塞 你过不过呢 当然是过不了 所以专家依照政府这一套 举世无双 审查委员在会议记录头 已经列入记录 而且他们也承认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 用这样的所谓免疫条件 而且是一个这个 两只手只有一只的 缺了另外一半的这种标准去量 所以它对高端是很适合 对联雅就不适合 那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是塞翁斯嘛 我的确认为胭脂非腐啦 我先前也在 那晚报讲过 我根本就建议联雅 不要去申请什么EUA 你去申请台湾这种 与是不同的EUA 你要是过了 你其实只是让你自己被污名化 人家觉得你这个疫苗根本 就没有照正规的路来 那它跟高端另外一个不同 就是它已经去登记了 要做第三期临床试验 那我据说呢 他们自己对外宣称说 次世代疫苗再研发 像国瓜呢 它也是直接就跳到 次世代疫苗去研发 那我认为 应该要开大门走大道 走国际的路 争取国际认证 那么抗体效价 本来这个联雅自己公布的 是康福奇病人血清的一倍 AZ是0.5倍 那么它互相在比的时候 再往台湾比 它并不是拿AZ先前公布的 那个数据来比 它是AZ呢 在部桃 用医护人员去打了AZ疫苗来比 医护人员的年龄 比我们一般疫苗 在做人体试验的年龄分布 是不一样的 医护人员相对是比较年轻的 然后女性是比较多的 那么它的抗体反应 包括像BNT也好 像莫德纳也好 他们都有看到 年轻人对疫苗的抗体反应 那个反应出来的那个浓度 是比中老年人要高的 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它用台湾所打的 这个AZ的抗体来比的时候 那又跟AZ先前 在临床试验公布的数据来比 又更加不利 所以这个是 反正呢 就是我们的EUA用的标准 就已经是很奇怪的标准 我觉得不过也OK 但是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那一套标准 是一个量身定做的 是只选了抗体效价来比 这个高端的那个 会议记录里面 我也讲过 9个委员 对免疫桥接表示意见 一个说 这是未来的国际趋势 不是现在的 另外8个就有讲 光光用靠底下架 是不足以去做免疫桥接 而且根本不能做免疫桥接 那更是不能使用靠底下架 有10个审查委员说 应该还要串一下T细胞的 这个免疫反应 所以这些事情在对照说 两个疫苗它的设计上面的强项 本来就不同 所以我们并不意外 那就是应该要去走 国际该有的常规的路 我觉得对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说我们该不该有点高兴 不然你两个国产疫苗 通通没有第三期临床 现在就叫我们打 那我们应该要庆贺嘛 对不对 所以没过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过也没什么好高兴的 所以书委员这样讲我们就懂了 也许不过还是件好事了 说不定过了还糟糕 这样我们就懂了 但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到底为什么没过呢 吴秀梅今天告诉大家 是因为中和抗体的效价 书AZ 22位专家出席 主席不能投票 所以有21位专家投票 你看到4人要求这个联雅来补件 但是17人不同意 17人不同意 这个比例是蛮高的 那么高端的副总接受访问 他说呢事实上这是在这个 今天下午结果出来之前 他就受访 他说已经送大概19匹 到了食药署 那么联雅呢是采用比较大的 我们看到之前这个高端 就是卡在这里嘛 高端小批量生产没有问题 实验室生产没有问题 一放大到工厂里面的品质 就不稳定 但是联雅看起来OK 他采用比较大的 2000这个公升来生产槽 如果顺利通过的话 可以立刻提供这个200万剂的 200万的这个疫苗 而且他的效期蛮长的 有两年 那么让指挥中心来分配 现在一下子哇 没有过那当然就 就没戏唱了 那到底为什么呢 好我们看到这个是联雅 这个是EUA 审查的这个会议记录 以实称来讲呢 联雅是6月27号 他公布了二期报告 6月27号 6月30号呢申请EUA 8月1号呢将他补件 他就完成了所有的补件 然后呢我们看到专家审查会议 目前没有通过但是呢 他已经申请去做三期了 在印度嘛 1.1万人 当然今天这个消息通出来之后呢 晴天霹雳啊大噩耗 我想这个联雅的这个股价呢 一时半刻大概是翻不了身的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这个 这个原因是 今天很多人对于这个联雅没有过 觉得不太能够理解 但是署长刚刚一讲我们就懂了嘛 原来对于EUA对于高端来讲 是一个量身定做 那难怪嘛 什么左手右手 署长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很多人在讲说 像杨智朗就告诉大家 他觉得高端联雅二期没有完成 三期没有做 对他来讲都是不合格的 他倒是提出一个想法 我问一下原因是 我也问一下所有的网友 大家怎么看 杨智朗认为我们的政府呢 应该公布联雅跟高端的送审资料 以遭公信 我想请问大家 你觉得应该还是不应该 应该的话麻烦你加1 不应该的话麻烦你减1 为什么这样想呢 因为很多人的看法跟署长一样嘛 觉得我们的政府虽然说 什么国产疫苗 国产疫苗 但根本就是高端疫苗嘛 因为联雅国光也是国产疫苗 但是你有听过我们的政府 类似像呵护高端那样的 呵护联雅的一些言论吗 没有嘛 这么长的时间来大家都知道 从小英总统 从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官员 都在呵护高端偏袒高端 但感觉上好像林雅就被 被忘记了还是被遗弃 手心手臂都是肉好像不适柔 比较偏袒这个高端 所以是不是应该把一些 数据公布出来 因为台湾内行像署长 像袁医师就内行人还是很多嘛 看了这个审查资料 看了数据之后 大概心里有个谱 这也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做法 如果指挥中心 如果我们的政府担心各界的批评 当然也许他不在乎 是不是应该公布呢 我请大家投票好不好 我同时请教一下袁医师 我认为公布不公布 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那里头公布出来 也都是胡说八道的东西 因为这两个如果是同一群专家 去审这个东西的话 这充满了奇奇怪怪的意见 这样子 因为人家六月二十几号 就已经送东西进去了 那如果说我是 我是刘亚德公司的总经理也好 我是实验的组织的企划人员的话 我一看我就知道 哦这个东西没有意思 我落差太大了 我送都不要送 因为送这个东西 要花很多钱去请专家 来审这些东西 但要看好多时间 看好多报告 来看这个东西 所以你当初一定是设了一个 什么样的规范 让联雅认为说 我好像可以试试看哦 我好像符合规矩哦 我应该可以去过 所以我才会愿意花时间 花精力去配合你玩这个游戏 结果呢 这么多人反对 代表说你一开始 就是设立在一个 很不公平公正的一个 这个其实点上面 就出现问题了 我们还是要重点一件事情 为什么一再强调 三期很重要 我们做出一大堆抗体 抗体如果不会作战 一点用都没有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常讲说 我常讲用比喻 我很会在电视游乐器上玩 哇这个游戏我好会玩 但是我到了实际球场上的时候 我根本不会作战 根本不会去打球 根本不会去做什么话 一点都没有用 反倒是如果是联雅 他虽然只做出 逼出了一点点抗体 但他是精英部队 那么他进到战场的时候 这个就算他是一点点 但他还是可以 发挥他的效果的话 那不得了 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你做出来 你能够逼出抗体来 战很好 那你就要到现场去 到现场去的时候 就去打仗 到有疫情的地方去打仗 打仗后你看你的效果 到底是怎么样 做出科学的数据来服人 我们现在讨厌在什么地方 因为如果你又相信 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的话 目前台湾就没有疫情了 一切被压得很低 所以这时候你打再多的高端 你打再多的联雅 再打任何东西 我们这边做不出个什么 可以说服别人的 这个所谓的第三期的 临床试验的一个环境 跟测试的标准 因为他就没有疫情 所以你不知道 所以联雅今天反正做的是对的 OK 你台湾现在没有疫情 我现在发觉印度有疫情 哇 印度疫情 而且还有点失控 那我赶快把这200万剂 不要放到水里面 赶快运到印度那边去 那我们来想办法 在那边去做个试验出来之后 看看我现在不管逼出多少抗体出来 我有没有办法 藉由这样的方法 想办法打进去以后 真的可以激发出多少 我们用数据来说服人 所以真的搞不好 塞翁失马 焉之非福 不要在台湾这地方搅 所以你也不要浪费时间 去加一减一 因为那个东西没有意义 这两个落差太大的审查机制 我认为看了只会让我们觉得说 台湾的审查制度很大的问号 更让人难以信服 是 但是我们的观众还是一群追求科学的人 他们还是有期待 所以你看到大家还是满满的加一 大家总觉得说你联雅高端 审查资料 你有本事你就公布 公布给大家看 如果你真的坦坦荡荡 像你讲的这样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吴秀梅 他除了讲这个联雅没有通过之外 你知道我今天看了一下直播 下面一大堆网友在吐他 说吴秀梅就是那个让食药署 把这个国际疫苗打好打满的那个人吗 一堆人在吐他 吴秀梅不但讲了这个联雅没有通过 同时呢他还悄悄的再把这个高端 再推了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高端下个礼拜就要开打了 那高端也很厉害 他的这个6月10号公布 二期的启动报告 注意不是二期的所有解盲报告 二期启动报告 6月14号申请EUA 7月19号通过 然后呢我们看到马上就列入公费施打 这个速度实在是有够快 我刚问大家那相对于 所以你看到高端 因为下个礼拜就要开打 所以这个股票预约第一天 据说很热络 股票也涨停了 所以两相对照 平平都是国产疫苗 平平都是 台湾手心手背都是 之前这句话谁讲的 陈思忠讲还是 谁讲的 大家都会把它拿来比较 因为说实在 我们说要扶植国产疫苗 扶植提升台湾那什么生技科 这个生技的一个实力 但是感觉上好像就不是 是啊 所有的国产疫苗就等于高端疫苗 台湾的生技实力 就等于高端的这个实力等等 韩冰也来了 韩冰之后呢 我稍微还要问署长 因为那是署长要先走 我先问一下韩冰 你怎么看待今天这个事情 石破天津 上午大家都觉得它会过完 到了下午突然逆转 其实早在一个月之前 就听到消息说联雅不乐观 那个时候因为消息很混乱 可是隐隐约约 好像有人故意在释放这种讯息 就是联雅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过关 那今天当然答案揭晓 就是不会让他过关 可是我觉得吴秀梅的态度 让我觉得很奇怪 之前高端被退货 你说搞不好是更好的产品 那联雅你怎么不出来 帮他说两句 搞不好联雅才是更好的产品 你怎么不讲 搞不好联雅比高端更好 因为这反正都是被退货了 所以搞不好联雅是更好的 你怎么不讲呢 所以我觉得你当一个署长 当到这样 已经当到很没格调 真的是很没格 一个政务官有说真的 这样应该宽宽的自己回家去睡觉了 不要在那边鬼扯 但是我必须说我赞同 杨志良署长的说法也就是 不管是高端跟联雅 其实都不应该让他过 其实都不应该 因为他们都没有按照规定 做完该做的手续嘛 所以本来就不应该让他过 所以今天不能说因为高端让他过了 联雅也让他一起过 我觉得当然对高端 对联雅来讲 这可能觉得很不公平 觉得为什么他可以过我就不能过 可是 站在道理上来讲 这两个都不应该给过 不能因为一个人作弊 另外一个人就说 那你也可以作弊 这不能这样子吧 不能这种齐头色平衡 这是不对的 我们是要按照道理来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联雅 他没有过也不算是坏事 为什么 反正他本来就要去印度做第三期 我就觉得他好好去做第三期 联雅的人也不要灰心 搞不好你们做完第三期之后 证明你们是更好的疫苗 对不对 到时候吴秀梅会说你好棒棒 不是吗 所以 我就觉得本来该走的步骤 我们就去走 这个就是应该去做的事情 反而是高端 现在看起来股价大涨 8月23号要开打 总统还想要预约要打 可是问题是 伤害已经造成了 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对高端有信心 到今天为止好像只有24万多25万人 就单选高端的只有这么多人 他要释出61万剂 结果只有245万人要打 那剩下中间那些人 到底有多少人会打我不知道 所以现在可能会发生一种状况 就是又跟AZ刚到台湾的时候一样 也就是打了个半天没有人要打 疫苗一直放在那边 那陈时中前两天才叫我们说 新北市你少弄一点接种站就没事了 那现在接种站是不是要增加 不然的话打不完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为什么一定要搞这样呢 高端跟联亚平平都是台湾的公司生产 我们就应该一视同 那应该照理来说我觉得 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 联亚一定不服气嘛 会要求说 那你要告诉我标准到底是什么 那高端就应该公布 你们整个审查会中间这些数据 你都能够通过EUA 数据不能公布喔 数据公布出来看看嘛 当然我看不懂 可是像医师他们学有专精的人 像书长你们都看得懂 你们可以去了解 到底他给他EUA合不合理 那也让联亚心服口服嘛 就是你的数据真的比人家差 那你就没话好讲啊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把大家的数据 全部摊在阳光底下检验 然后让我们知道 政府是真正公平公开做事 而不是中间耍了小手段 如果到最后又是保留 又是要他的隐私权 或怎么样 这个东西把他杠起来 那个东西化掉 那抱歉 你这样做是伤害高端 因为现在很多人 对高端已经起了非常大的疑心了 那你如果持续这样做的话 只会让大家 越来越不信任高端而已 对没有错 之前这个高端EUA的这个会议记录 大家记得吗 过了好多天才公布 而且他这个去识别化 另外呢当然这个 非常非常的这个简略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专家 还是找到了一些 跟食药署讲的不一样 在食药署的讲法 是压倒性的通过 但是看到里面根本就不是嘛 所以只要敢公布 当然了 我相信他那个报告 已经经过一些美化 可能一些删减 一些顺序上的调动 我不知道 还有包括这个主席 怎么样引导问题等等 这些通通都没有写 但即便如此 像我们的署长等等 还是在里面看出了很大 很多很多的一些玄机跟不公平 所以我觉得这个联雅的会议记录 当然陈时中是说了 哎呀既然没有过的话 那我们就追踪厂商医院 可能意思是说 可能应该是这样 不光彩 他们可能也不想公布 但我觉得这不是什么 光不光彩或面不面子的问题 这就是个纯科学的问题 要不然你就公布一下 大家来看看联雅比高端差 到底是差在哪里 那17位专家 我都很好奇 跟神高端的是同一批人吗 或者是又洗过 又换过或者是怎样不知道 但只要你敢公布 我相信大家都还是看得懂的 另外我想特别请教一下署长 你看到 刚刚寒冰讲 不管高端联雅 他都不赞成给EUA 最重要的是没有过三期 比方说 因为疫情是突如其来的 很多国家都想扶植自己的国产疫苗 日本也想 南海也想 以色列也想 他们跟我们台湾一样 都已经开始做了 但是一做就发现怎样 没有那么简单 来不及了 所以像日本 人家三期进行中 南海也是在进行中 以色列也是一样 都是拼怎么样 明年开打 以色列很谨慎 他们到阿根廷 就去做三期实验 跟阿根廷合作 他们要到2023年上市 所以我的意思说 很多事情很急 但疫苗这件事情就急不得 你看到日本南海以色列 他们一度疫情也很严重 他们不急 他们不想扶植国产疫苗吗 想啊 但是在科学的面前当中 他们最后还是选择征送科学 所以今年来不及 没关系 我们就去跟国际买疫苗 然后呢 这个南韩不是很凶 这个不是很凶悍吗 这个也祖团到美国去催 催了以后也是有点效果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是来不及的话 明年打2023年打 我们台湾拼的 就是今年非要打 打这个三期都还没有完成的疫苗 我问一下署长 所以你怎么看待 这个台湾在疫苗上到底在干什么 还有 刚刚我们有个网友 问到一个问题 我觉得蛮好的 他说讲到国产疫苗 大家都想到高端 那现在联雅 大家终于看到联雅的名字吗 那刚刚署长讲到国光 他就问 我们的国光现在到底有没有在做 怎么完全没有听到国光的声音 对 我要补充一下 那个会议记录这件事 我对于陈时中这种态度 我觉得非常无赖 非常无赖 政府本身对于审查 应该是公正客观中立 美国他的这个EUA审查 是Public Meeting 公开会议 公开会议 你知道是谁在讲话 而且你完完全全知道人家讲什么话 我们竟然高端的他给你去识别画的 而且弄了很久才公布出来 然后那些专家讲的最关键的话 篇幅就很小 但是再怎么样 秀芳刚刚讲的很好 他总不能够 因为专家他也还是要看会议记录 他不能把最关键的东西都把你删掉 都不写 对不对 好了那你不论过或不过 你总有过或不过的理由 所以这个不论是哪一家 你今天联雅不论过或不过 你到底专家讨论了什么 专家有没有向我提出这个质疑 对不对 你根本你这个衣服就是只有给左撇子 只有一根袖子 左撇子穿的 你的标准就是不公正啊 人家莫许也要求列入会议记录 就他不肯公布 他明明就是自己不敢公布 然后还要吃人家豆腐 说哎呀他没过啊 如果他们要敞 就是羞辱人家 吃人家豆腐还羞辱人家 我觉得这真是 真是无赖 好那我之前也讲过了嘛 你这个没有做第三期临床试验 包括联雅 虽然他已经登记了 但是你没有这个其中报告出来之前 你没有保护力数据之前 你本来就不能够打到国人身上 大家都知道 韩国跟日本有没有缺疫苗啊 有啊很缺啊 日本跟中国都急着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有没有发展自己的疫苗啊 有啊 是啊 已经也是二期的这个进度了 有没有在这个时候跟他的国人说 哎呀疫情烧啊 我们赶快啊二期了 赶快给他上来 有没有 没有 人家呢去吹国际疫苗 然后呢他国内的疫苗还是要按部就班 他没有在这个时候爆瓦硬上工 所以如果疫苗对国人是重要的 我们怎么可能让一个疫苗厂这样子 这个水果还没结出来把花摘来就吃 吃了的话他连水果都结不出来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求 比如我认为民进党做这些事 假如高端还有机会做出像热锅 也被他搞死了 所以他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居心 所以是本来就不能这样做 而且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 我也讲过了 连共产国家 人家也是第三期已经在进行了 只不过是他的成果还没有登上 这个医疗疫学期刊而已 人家后来也登上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这样子做 然后又在这种时候给你搞个清皇不接 然后呢一个恶狗 恶狗定律 就是没有疫苗 然后你还好像那些去登记的人 还一部要感谢的样子 那我觉得真的 刚秀芳讲的很有道理 刚刚韩兵也讲 我们要等着瞧好了 是不是你真的这样搞的话 我们台湾人民的数字 真的是这样吗 你就不给我们国际的疫苗 然后大家真的就会去强打高端 然后现在要开学在籍 开工 很多人还必须要求要有接种疫苗 不然还要自分去做检验 这个根本就是违反人权的 违反工作权 违反受教权 而且也违反我们国民的基本人权 然后呢疾管署 我是唯一值的恭喜的 就是疾管署了 他不必第二次伪造文书了 因为他在那个网站 提高端险 说他的这个保护力呢 根据他的抗体 然后怎么样桥接过去 跟这个什么国际的疫苗可比 这个是伪造文书 因为委员已经在审查会议 清清楚楚白痴黑痴讲了 这个东西是不能这样去预测 民的这个保护力的 所以这个疾管署 他在这个网站上面的资料 他是有误导国人不是知险 是明确的误导国人 这真的是非常要不得 我觉得我们台湾 为了民进党的 某一些不方便说的理由 把这个疫苗的事情搞成这样 真的是把我们台湾的脸就是丢光了 一位来说的 最终的呢 你不知警察 他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名的 她就是要动靠 你在那里 一位 同样的 我